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有点活的时间呢 你还能活几年呢 你还不赶快改啊 你又不是为了他活着啊 你要不好好学的话 你死掉了之后怎么办啊 你找走啊 生惊了 你每次跟他打架之后你开心不开心 舒服不舒服了 是的 师父 是的 你就慢慢的去难受去吧 你怎么不知道的 你就讲几句好话 客客气气 那你至少后面你就不会很难过了 你就憋一时之气 你后面多难受啊 你自己不讲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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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师父有时候 师父有时候人家讲了不好听的话没有的 你师父怎么样 我要气气也气死了 有什么好讲的 我被那些秘书书的小朋友都气了半死了 你说是不是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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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 学菩萨就是要忍耐 就是要化解 就是要碌碌不动 明白了吗 人家不修 人家下去 你修 你上去 你以后你到底想不想到天上去了 我想 我想 师父 我那个我想 我想要拜师得怎么办呀 想要拜师得有什么过程 等等等等啊 有什么关系了 什么过程啊 你姑娘是不是弟子了 我姑娘现在也是弟子了 我那小白孙儿现在也念 也念经 好了 你姑娘是弟子吗 叫你姑娘做引导啊 写个推荐信啊 现在你跟姑娘关系这么不好 你姑娘就不给你做 她不给你做推荐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她就不给你 她就不给你 你现在求她呀 你有本事求她呀 对 那么就别求她了 对呀 你要说 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能够修成正果的目的 以后死的时候没有痛苦 以后你到天上去 你当然应该求她了 那我们那就求你了 归女啊 我求求你啊 我过去毛病很多 我嘴巴不好 请你原谅 我以后不跟你闹 以后不跟你闹了 我也要做《绿台长》的弟子 你给我缠缝推荐信吧 不会讲啊 会讲会讲会讲 讲开一点啦 你看师父讲你两句 你不就想通了吗 想通了想通了 傻的不得了 自己养出来的 自己痛出来的 还恨的这个样 那你去养他出来干嘛 没出息 你没出息